据日经亚洲报道 在获得中国和美国的大量订单之后 日本的半导体行业出口 现在与该国乘用车的出口额相当 据日本政府发布的初步贸易数据 2021年下半年芯片制造设备 集成电路产品和相关电子元件的总出口额为4.47万亿日元 相比之下 呈用车出口额为4.53万亿日元 报道称 新冠大流行和数字化转型 推动了对半导体的需求 日本芯片行业出口较2020年同期增长 24.4% 与疫情开始前的2019年下半年相比增长 30% 该行业现在占日本所有出口的10%以上 对中国的出口是日本芯片行业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其中 日本半导体设备的出货量增长了15.8% 达到6710亿日元 而电子元件出口膨胀 21.5% 至6973亿日元 与此同时 与美国相关的芯片制造设备出口飙升 70% 至 2473亿日元 显然 这些数字显然还得益于台积电和三星电子 在华盛顿的敦促下 在美国本土建设新工厂 然而 日本乘用车出口下降了8.5% 去年秋天 由于东南亚新冠爆发 半导体和其他零部件短缺 汽车制造商被迫大幅减产 目前 日本的汽车出口正在复苏 12月份同比增长17.5% 但随着全球芯片需求的上升 未来仍有可能出现短缺 从而再次造成对生产和出口的压力